平台四代一鎖 嗨 大家好 今天要跟大家分享一下 爲什麽在量電壓的時候 有時候會發現它不準 比如說要量VCode 或是像DDR5的電壓 甚至是VSOC 那我大概 總結了一下可能的原因有 這下列四點 第一個就是量測點的位置 我們通常在量測電壓的時候一定要在 負載的最末端去量測 你離這個負載越遠 它的誤差量越大 所以你會覺得不準 那甚至是你的量測點這個光 的位置 會因為不同 也會增加它的誤差量 第二個是回收方式 因為我們電源的設計都會拉一個feedback 回去 那目前有兩大類 一個是DySense 一個是SypeySense 那以我們的 AMD平台來講 DySense的話是Hero 均密跟Extreme 那剩下的機場就會走SypeySense 那DySense 顧名思義 就是其實我們就是要讓你 可能是看到或兩道就是 以最接近CPU內部 的實際電壓狀況 那SypeySense 的話 其實 你看到兩道的點 的值就會 略高於 DySense 來第3個就是 掉壓補償 那這個最明顯的例子就是 CPU的 V-code 因為V-code 它會掉壓所以有 Law Night Capression 然後我們又做了很多 Avolution的值 然後如果你的值選的不對 你會 補多補少 會讓你感覺到會 不準 新香 那第4點就是 軟體讀取 因為你選用的這個 這個Hawed Monitor這個軟體 它 讀的位置跟你實際去量的位置 到底是不是一致 如果不一致這個 誤差量當然就大了 比如說 我們在 Hawed Info裡面可以看到 比如說 VSOC 它可能有兩個位置 那其實 它有一個位置其實是 CPU內部跟PRM內部在溝通的 這個 這個值 實際的值 那另外一個 VSOC的值 它是 它是來自於 Super-L 所以 在這樣的情況下如果你是走DySense的話 你會發現 這兩個值 會非常接近 那你如果是走XDySense的話 你會發現 從 Super IO那邊堵的值 就會略高於 DySense實際爆出來的值 好 那 今天呢 我就用我們的 AMB的Hewall 加我們的 1415 BIOS 配上了795的插難點 配上 這個 芝奇的6000XPODM 然後來做一個 VSOC在不同位置上 所看到的電壓無差 那 第一點就是choke的左邊 第二個是choke的右邊 就比較靠近CPU的 第三個就是 我們CPU下方的電容 就是MOCC 第四個就是我們的設計 我們的DySense設計 就是我們最想要 它 接近 CPU內部 實際電壓的狀況 這個設計 那因為這張板子 它沒有拉徹底 所以我是直接 焊在我們線路的這兩點 大家可以參考一下 好那我們就直接 執行EXPU 那我這個 J100 1415 BIOS 它在EXPU6000的時候 現在錄的是 SOC是1.25 大家可以看到 這個其實是我要的 我要讓它最接近 實際 CPU裡面的狀況 所以是1.248 它這個是 離我的 路載最遠 就是最外側 這個E 它是這個 但是 這物差量就比較大 那我們一樣進來的 系統 這邊主要就是要跟大家講 因為 比如說 這打開 你可以看到它有 很多SOC 主要我要講的是 這個SOC SVI3 這個 它其實就是 CPU 跟VIN在溝通裡面的 那個 也就是我們 DISENSE設計 最想要接近它的 那這個 CPU SOC 我們其實是 讀SUPERL回來 那因為我們是DISENSE設計 所以其實 1 2 3 其實都是很接近 CPU 好那我們看一下 CPU 7950 X3D Malgo V415 Vivo 6000 那我給它一個Loading 觀察它的變化 看它 甩動的幅度 1.25 我剛剛講我們6000的AutoRoot 1.25 所以大家可以看到 它還是很接近1.25 它並沒有超過1.5 它並不是 隨著Loading的飄上去 再看看它 實際讀的值 1.24到1.25 然後這個 速度還要看的 1.23 1.243 你都沒有 綁到是你 比它比較遠 這個誤差量就大 所以你如果是量在這 你就會覺得它很不足 好 好 那這次要 要 幹嘛呢 這次進來 我一直不變 我們只動 剛剛有講 剛有講 因為我6000的我的路額是 1.25 那我現在故意 然後再往上加 我加到1.3 好 我們設1.3 再來看我們這四個電感 第四個就是我們DISENSE 就是我們最想要的 51.296 這個離它最遠的這個意義 它就誤差就比較大 這樣我們檢查一下 CPU 7950 X3D 1415 6000 那我們一樣給它一個Loading Loading來了 我們看一下 實際內部讀到的值是多少 1.287到1.294 這個呢 1.288到1.296 實際上1.296 所以我們 我們DISENSE設計說 123會非常接近 這個離它最遠 這個1離它最遠 它的誤差量就最大 好 那我今天影片就介紹到這 不同的量測點 所得到的電壓就不一樣 當然要越接近 我的負載段 它才是越準 然後我們又是精準電壓設計 所以 不論是軟體或是實際量 基本上要 非常非常接近 好謝謝大家 拜拜 我來看看 在這裏 風格 我 在這裏 你 可能有 你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